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IEDM2022国际电子器件会议上,英特尔表示,为满足世界的无线运算需求而言,摩尔定律至关重要。 因为数据量的激增和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让运算需求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英特尔的研究人员为纪念电晶体诞生75周年,透露了其不少晶片技术的新进展。 英特尔认为,持续创新是摩尔定律的基石。 在过去20年,许多里程碑式的创新,如硬变系,Hi-K金属炸集和FinFET电晶体,都出自英特尔组建研究团队。 这些创新在个人电脑、绘图处理器和数据中心领域,带来了功耗和成本的持续降低和效能的不断增长。 英特尔组建研究团队目前的路线图上,包含多项进一步的研究,包括Ribbon FET全环绕炸集、GAA电晶体、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和EMIB、Foveros Direct等突破性的封装技术。 英特尔组建研究团队展示了,其在三个关键领域的创新进展,以实现摩尔定律的延续,新的3D混合件和Hybrid Bonding封装技术,无缝集成精力,超薄2D材料,可在单个晶片上集成更多电晶体,能效和存储的新可能,以实现更高效能的运算。 英特尔组建研究团队所研发的新材料和工艺,模糊了封装和晶片制造之间的界限。 英特尔展示了将摩尔定律推进道,在单个封装中集成一兆格电晶体的关键步骤,包括可将互联密度再提升10倍的先进封装技术,实现了准单片Quasi-Manoethic晶片。 英特尔还通过材料创新,找到了可行的设计选择,使用厚度仅3个原子的新型材料,从而超越RibbonFET,推动电晶体尺寸的进一步缩小。 英特尔表示,与IEDM2021上公布的成果相比,在IEDM2022上展示的最新混合建核研究,将功率密度和效能又提升了10倍。 通过混合建核技术将互联间距继续微缩到3微米,去年还是10微米,现在缩小了超过3倍。 英特尔实现了与单片式系统级晶片Systemonchip连接相似的互联密度和频宽,相比去年的互联密度提升了10倍。 此外,混合建核技术还支持多个小晶片直堆叠。 英特尔探索通过超薄2D材料,在单个晶片上集成更多电晶体,英特尔展示了一种全环绕闸及堆叠湿奈米片结构,使用了厚度仅3个原子的2D通道材料,同时在室温下实现了近似理想的低漏电流双闸级结构电晶体开关。 这是堆叠GAA电晶体和超越系材料的固有限制,所需的两项关键性突破。 目前的晶片材料,如系,是由三维晶体组成,这意味着原子在所有三个维度上都建合在一起,因此对微缩提出了基本的限制。 相比之下,2D材料很有吸引力,因为所有原子都粘在一个平面上。 目前的GAA设计由堆叠的水平系奈米片组成,每个奈米片完全被一个Gate包围。 这种环绕闸及GAA技术可减少电压泄漏,从而防止关闭电晶体。 随着电晶体的缩小,这正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急闸及在三面环绕勾道时,正如在骑尸场效应电晶体中看到的那样。 英特尔将其GAA设计命名为Ribbon FET,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量产。 然而,超越Ribbon FET将需要进一步的创新,而这项2D材料研究符合潜在创新要求。 2D通道材料的薄形,使得建立余奈米带的电气连接,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此,英特尔的研究人员还展示了,对2D材料的电接触拓扑结构的首次全面分析, 为打造高效能、可扩展的电晶体通道进一步铺平道路。 为了实现更高效能的运算,英特尔带来了能效和存储的新可能, 通过开发可垂直放置在电晶体上方的记忆体,英特尔重新定义了微缩技术, 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晶片面积。 英特尔在业内率先展示了,效能可媲美传统铁电钩槽电容器的, 3D堆叠形铁电电容器可用于在逻辑晶片上构建铁电记忆体F1RAM。 这项技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 铁电钩槽电容器可以垂直堆叠在电晶体顶部的逻辑晶片上。 这使得记忆体能够分层在逻辑元件之上, 而不是像在其他类型的, 嵌入式记忆体中看到的那样, 如用于L1和L2块取的SRAM, 位于其自己的独特区域。 这种业界首创的器件级模型, 可定位铁电氧化器件的混合相位和缺陷, 标志着英特尔在支援行业工具, 以开发新型记忆体和铁电电晶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铁电记忆体还具有与LAND快闪类似的功能, 即在通常仅存储1bit的结构中存储多bit数据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英特尔展示了每个沟槽存储4bit的能力。 当然,这种方法将增加频宽和记忆体密度, 同时减少时尺,产生更大、更快的片上快去。 英特尔正在为打造300毫米锡基氮化价晶圆, 开辟一条可行的路径, 从而让世界离超越5G和电源能效问题的解决更进一步。 英特尔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突破, 实现了比行业标准高20倍的增益, 并在高效能供电指标上打破了行业记录。 英特尔正在超高能效技术上取得突破, 特别是在断电情况下也能保留数据的电晶体。 对于三个阻碍该技术在室温下, 完全实现并投入使用的障碍, 英特尔的研究人员已经解决其中两个。 此外,英特尔继续引入新的物理学概念, 制造用于量子运算的效能更强的量子为英特尔的研究人员 加深了对各种界面缺陷的认识, 这些缺陷可能会成为影响量子数据的环境干扰, 从而找到了储存量子讯息的更好方法。 当然,重点还是, 英特尔在这次IEDM大会期间公布了新的制程工艺路线图。 内容显示Intel 4、Intel 3、Intel 20A米均按部就班推进, 且其次认为相当于友商1.8奈米工艺的Intel 18A米节点, 更是提前到了2024下半年准备投产。 英特尔认为, 自家的Intel 4节点相当于友商4奈米, 也就是英特尔此前拖延数年的7奈米, 它会导入先进的EUV曝光技术, 并在14代酷睿Meteor Lake上首发。 Meteor Lake游心湖也会是英特尔第一款, 采用多晶片混合封装技术的处理器, GPU核显单元预计将由台积电3奈米5奈米代工。 英特尔副总裁信心十足地表示, 他们完全走在正轨上, 甚至还有所超前。 此前,执行长基辛格就放言, 要夺回在晶片生产制造方面的领导地位。 现在开发团队的工作表明, 英特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新工艺, 试图弥补过去失去的东西。 有观点认为, 英特尔重夺领导地位有两层含义, 首先在产品层面给AMD怀疑颜色。 这几年, AMD锐龙处理器的崛起, 除了败出色的Zen架构底层所赐, 仅仅绑定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工艺这点, 同样发挥极关键作用。 其次, 在IDM2.0战略指引下, 在晶片制造上和台积电, 三星平起平坐, 甚至回到早些年的领头羊角色。 当然, 第二点难度依旧不小, 随着台积电加大在美国的投资, 且确定于亚利桑大洲投产3奈米4奈米晶片。 英特尔即便在工艺层面没有劣势, 想要争取到苹果、 辉达等有复杂竞合关系的客户, 还需要很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达成。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